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朝夕相处的同学 我们总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去相处 去竞争 以后总有机会一起玩耍或者和解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可能就没有以后了 我叫陈芳 我已经 天哪 我已经多大了 我42岁了 我出生在新疆 然后我现在在北京 这个事情是我老公给我讲的 他就出差 然后回来了以后 晚上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 就突然间给我讲 张志远去世了 我就很惊讶 就在追问了一两句是怎么回事 告诉我是在西藏的时候 有人落水了 救人 然后人救上来了 自己去了 就问到了这一点 我们俩就再也没有提过 16年的春天 我们有上海的同学到北京来 出差 我们就招待他们一起吃饭 这个张志远生前是在上海工作的 所以呢 这个上海的同学在饭桌上呢 就我们又提起来 他当时就说了 你当时和张志远的关系挺好的 我就应了一下这个话 让我当时心里就触动了一下 就是原来一个和我关系比较的原因的人 都知道当年我和张志远是好朋友 那我回来了以后 这个话我就老忘不掉 我就一边干家务 晚上的时候就一边给我的儿子 讲起来我这个同学过去的种种 只一讲就 情绪就失控 就一晚上就开始痛哭 哭都停不下来 包括孩子睡了 我的老公下班 从外面回来 都看到我在沙发那一直在哭 我就忍不住了 觉得没法掩饰了 后来那天我就写了一个 很长的一个朋友圈 我把我对他所有的记忆 和我想表达的情绪 表达出来 我发出来 我说做一个了结 给自己一个交代 最早的时候 我是从一个 我们在新疆的单位里的一个学校 转到这样一个市二中的 市里的重点中学 那我转过去的时候 人身地不熟 会很孤单也很孤僻 就很有意思 有一天冬天的晚上 也不要晚上冬天吧 放了雪 我们那时候上下雪 都是自己走路回家的 是初二转过去的 然后那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远 而且会经过一个树林 那都是雪 全都是雪 然后很安静 我就自己走路 也不坐公交车 也不骑自行车 慢慢的一个闷闷的 往回走的时候 就很远很远 看到路上有一个人 是我们班的张正元 他在等我 就刚转过去没几天 那你是走路过去 就会有个很长的 靠近的过程 你知道吧 他就在那等着我 我又就慢慢走过去以后 去了他就跟我说了一些话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大概就是一些 关心之类的话 然后他就回 他们家在树林的那一边 我们家在树林的这一边 他就回了 但当时他做这个事 特别温暖 就觉得有人关心我 有人想和我做朋友 有人注意到我 孤单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尽管他是个少男 我是个少女 可能也有暧昧的东西 闷懂的东西在里面 但更多的是很温暖 很正向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 有一个班上 而且是个好男生 个子很高大 很帅 学习很好 他在注意我 他在关心我 如果我有需要帮忙 我找他 他不会拒绝我 很温暖 后来 班上就会有小团体 慢慢的就会有 几个女生 几个男生一起玩 我们俩就在一个小团体里 很快我现在的老公 也从另一个学校转过来了 然后我就和他 打火热 关系非常的好 在这个小团体里 我就和他关系特别好 就对别人 就关系会远一点 然后这个张俊明 学习很好 一直很骄傲 那个骄傲就是 以学业为骄傲 带人一点都不骄傲 他对人特别的好 很快我也开始学习好了 就我们俩之间 后来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那么友情就淡化了 而且那个小圈子呢 他被孤立了 因为他 好孩子容易被别的孩子孤立 容易在日常生活中 被别的孩子去嘲笑和捉弄 因为你太正面了 你太正确了 老师谁都说你好 我们就要觉得你滑稽 那小孩子是比较无情的 我们是六个人的一个小团体 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去笑话他 因为他做事情可能会有点 喂手喂脚 他不敢捣蛋 他不敢犯错 那在其他的孩子的眼中 这是缺点 这不是优点 你胆子太小 你太乖了 但是他忍受我们的这些奚落 因为他需要朋友 我觉得 因为我要早恋 那家长和老师会反对 我需要证明早恋这件事 不影响我学习 所以我就学得很猛 除了谈恋爱 就在学习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朋友 他开始就觉得 我会有一种威胁 而且我也会把它设成 一个竞争的对象 因为我是后期跑的 我的劲比他足 所以后来就 我觉得 我就看不到他了 其实他可能就在 我后面第二名 那我可能就是第一名 而且我比其他的 学习努力的人 似乎 精神头更足 因为晚嘛 到后面才发力嘛 所以我那时候和他关系的 我经常会觉得 我们俩在余光 保持着关注 但仅关注在学习这个角度 对私生活就不知道了 你在和谁玩 你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每次考完 是你多少分 我多少分 你排在哪 我在哪 然后那时候 仍然会觉得 有点瞧不上他 因为我觉得 他会为了学习这件事情 放烟雾弹 他每天在学校 会吹牛 说第二天 他看了什么连续剧 剧情是怎样 怎样怎样 这是不可能的 你没功夫看电视 你如果想这样学习 那我不去放烟雾弹 但我对你放烟雾弹 这种事情不屑 因为你干扰不到我 我根本不纠结 我也知道你肯定是看电视报 看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我们在同学 我经常有一点看不上他的那种感觉 笑话他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对我 我觉得我是大胆求爱 大胆追爱的那种人 那你这么好的学生 保持那么好的铭记 从来没有一次恋爱的一个绯闻出现 这是不正常的事 这不真实 所以从这几个点我都觉得 哎 张正云 你做好学生 做得有点辛苦 不真实了 这也是后来我有点 就是疏远他 或者我们共同话语 不多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后来痛哭 觉得愧对了 他把我当做朋友 还有一个就是 我如果知道 他后来走得那么早 我当初不该把他逼得这么紧 我们应该多一点时间去享受 去做朋友 我搞得他太辛苦了 因为我还有后来 他后来没有后来了 他10年去世的话 那就是才35岁 太早了 所以我很懊悔 就是我那时候太轻狂了 太轻狂误会了他 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他为什么是要这么做 他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去尊重他 我只以我自己的一个初步的印象 对他下了个判断 然后按照这个判断去对待他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再也没有机会 在他的面前去修正了 后来我也不会主动去多想这件事情 但是好像那一年 莫名其妙地有一次晚上就梦到了他 然后我醒来我就给我老公说 我说我梦到张正元 我回到了过去的中学 因为我们是在新疆 所以冬天的早上会很黑 天黑得很晚 我那时候有晨练的习惯 我会早上很早去学校的操场去跑步 然后那个有双杠 地上都是冰雪 我就在双杠呢 我记得我约了张正元早上出来和他说事情 他就来了 然后黑黑的凌晨 我就在那双杠那绕着圈 一边给他说事情 情绪很激动 说了很多 我不记得说什么 张正元就一直低着头 就可能看着自己的脚 或者怎么样 不太动也不太说话 就一直在听 我就做了这么个梦 我醒来就给我老公说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并没有放下 我忘不了这个人 我记忆中是他到高三后 后半节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他有一段时间就在治疗 没有去上学了 我就沉默的感觉上 他被打垮了 你知道吗 我会这样定义这个事情挺残忍的 但后来我知道 就和别人聊 知道他是踢足球的时候 腰受了伤 要去打分闭 这个事情就影响了他的学习 那可能各方面都会比较折磨他 因为马上高考再记了 在我们的学习不就为这个事情吗 然后 他后来选择了保送 兰州大学给我们年纪 有一个保送的名额 理科生也都给了他 在我看来 在当时看来 我认为他回避了最后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较量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回避就回避 我没回避 我证明我是没问题的 我后来确实考了当时年级 本科应届胜利的第一 然后这件事情到那结束了以后 我们有一天晚上就约了一起喝酒 就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两个家的中间是一个树林 旁边还有一条小河 我忘了是他拿的酒 还是我拿的酒 很可能是台 我们俩就约了中间的树林去喝酒 然后我们就坐那个小河边去喝酒 喝的是白酒 估计我们肯定胡说了很多话 而且我们俩勾肩搭背 你知道吗 就是跟男人一样 就是这个较量结束了 放下了 我们还是好朋友 然后我知道你不容易 你也知道我不容易 我们俩喝个酒 吐吐苦水 说了好多 我肯定说了对他真实的想法 我估计我骂了他 我就觉得你 我认为在年轻时候不谈恋爱 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 你为什么不谈恋爱 对吧 我觉得很糟糕 然后特别丢人 就是喝到最后 两个人都有点喝高了 就那又哭又喊的又唱 搂着在河边喝的 因为半夜12点都过了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两个黑影 就走过了 然后他就默默地站起来 跟他的父母回去了 他当时过世的时候 就是救人这个事情 你还有其他什么信息吗 就是当时怎么发生的 什么样的情况这些 他是在灵芝 而且有意思的是 就是他去世的那条河 我老公去过 我老公去那条河 去那个河边还摸了一下 那个水非常的凉 非常的湍急 因为我们在新疆 知道我们新疆有取水 那个水都是山上的雪 化的水来的 即使是夏天 是刺骨的冰凉 而且那个水会很急 它可能不深 但它特别急 到一定的高度 一下去了 就会站不住 我老公告诉我 那条河的河水 比我们新疆的河水 还要冷 而且还要急 当时就是车上 有人在河边 掉下去了 然后他和司机 一起跳下水去救 司机和那个人 就上来了 他就再没上来 我今年要回去 因为和老师一起聚餐 有同学给我说 有种说法 就是并不是 随随便没人 都能够在西藏那里离开 能在西藏那样的地方 就是所谓世界的屋脊 离天空最近 离天堂最近 离开的人 好像灵魂还是被召唤的 或者说特别的纯净 有这样一种说法 我愿意接受 这样一种说法 今年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我们家的老人都在新疆 还在原来的故乡 跟我每年的暑假 或回去 那我今年七月份 带孩子回去以后 回到我们家 每两天晚上睡觉 就做了一个梦 我就梦见 我去了一个墓地 一个公墓 去找一个人 找不到 然后张正远就出现了 他说他带我去 给我找 然后他就带我 去了那个地方 指了那个地方 然后就坐在一边 坐在那 冲上看着我在那笑 我醒来后 就又给我老公说 因为这个朋友 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所以关于他自己 我都会给我老公分享 我说我又闷到他了 这么一个梦 我说我是不是 要去找的就是他呢 在梦里头 然后我老公说 那你怎么办 我说看着我 我需要去找他 我现在基本上 只要和我们 过去的同学见面 我都会带一句他 如果有收获就收获 有线索就往下追着走 所以现在我已经跟 四个同学聊过他 而且后面我也有 往下走的途径 就我不着急 这件事情是可以 慢慢长久去做的事 我有机会 我就去提到他 就会往下 把他的这个 在我脑子里这个印象 变得越来越丰满和鲜活 所以我当时 做这个事的时候 有人会有误会 就是不是来自于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都知道 我和他不是恋人的关系 那旁边的朋友会以为 这是不是你的早恋 初恋 不是的 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恋人 我爱过他 我甚至是忽略他 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 同学中间劝过我 就是他们认为 我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很重的心事 放不下 就是他已经去了 你应该把他放下 往前走 我也不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我从第二次问见他 然后开始去约他的 曾经的同志去谈以后 我就出现这个明确的思路 就是我要去找同学中他的记忆 我在朋友圈里公开的去发了这么一条 我说你有没有 关于这个朋友的记忆 你放不下 如果你放不下 愿意跟我说 我愿意来听 直接在底下回应者不多 甚至一个都没有 就是大家还是不习惯这种方式 就打开记忆 打开这个情感 去和别人去谈 所以我当时很困惑 我该怎么开始 但是还是发现 开始就开始 没有想得那么难 做就好了 我做这个 我给自己找的第一个 特别明确的支持我自己的理由 就是因为有过一句话 就是人的第一次死亡 是你肉体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 是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记得你了 那我觉得 我能做的一件事 起码是让他活得长一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乐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涉及杨帆 你有没有这样一位同学 或者朋友 多年都没有联系了 总以为还有机会 别等了 赶紧跟他打个招呼吧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